美鳳有約 大家午安、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今天要跟大家來分享 就是日本秋田縣 是一個很不錯的地方 它有 還有讓人很想一杯再一杯的 酒 好的 除了這些之外 它還有一些什麼樣的美景呢 我們今天請到兩位特別來賓 來跟我們分享 日本秋田的料理跟好風光 好的 首先歡迎我們民視的大女兒 也是我們的小公主 我們王瞳 還有我們的今天特別來賓 小臨村主廚 歡迎二位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王瞳 Hidomi 我是熊林淳 今天和美鳳約什麼 秋田來賓可以吃的 美味的菜單 好 嗨 歡迎 好 OK 今天我們結婚式 結婚式 這先是我們結婚 恭喜 我們在走 我們在走 好 好,我們還是有一個很棒的翻譯 來跟我們分享 就王黃瑄 歡迎我們的黃瑄 嗨 莫迪好 其實 董事好 就是他們做事情非常的嚴謹 對 我們只是想說 在美鳳有約 是一個很生活的一個節目 我們可以輕鬆一點 所以我就讓他稍微放鬆一下 對 對 然後再讓他稍微放鬆一下 然後再讓他稍微放鬆一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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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就不要介意 謝謝 我們王瞳是我們民視的... 其實說大女兒 其實就是說 也來一小段時間了 就是我們的小公主 然後常常... 最近也常去日本 跟大家分享 日本的美景 好吃的 所以特別請來這位小林孫 對 所以要分享什麼樣的料理呢 請介紹什麼樣的料理 請介紹 今天是 阿喜多雅雞鶏 使用的 炸雞 雞 雞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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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一下 今天為大家介紹 是用秋田的筆內地雞 做成的炸雞 這個炸雞 其實是由我們的三本甄製主廚 所祕傳的醬的一道料理 煎製的一道料理 我們現在就可以來做這個料理了 再多做 來 謝謝 今天 雞鶏雞鶏 不能帶來的 地元台灣的雞鶏 我們今天沒辦法從秋田 帶筆內地來 所以用台灣的鶏雞鶏來帶 台灣鶏雞鶏很棒 台灣的雞鶏雞鶏 我們可以做這個料理 沒問題的 温度... 很簡單 只要放在這裡 先把溫度180度 這個如果要炸的話 等一下炸起來很簡單 然後現在等它的溫度要到一百八十度 好 那現在的溫度是... 小心,很燙 它不用講,我都會閃 好,請問一下 是 我覺得廚師很辛苦 很辛苦 因為其實它是一個還滿... 危險 危險的 因為他們就是... 有時候弄東西 然後炸東西有時候弄到 或是切東西不小心切 危險的工作 辛苦 對 結構危險的工作 危險的工作 危險 危險 非常危險 對 所以家庭主婦其實也很辛苦 對啊 這是什麼 它是用這個 巴特裡面去調一些 祕傳的醬汁 它是用山藥做成的 山藥 山藥 對 它是它的... 只是它先裹這個汁液之後 等一下才會沾炸粉 那個炸粉好像跟一般的 不太一樣 這是什麼樣子 這是... 衣 炸雞的衣服 但是... 什麼 牠的種子 好像有煎過 對,它其實是不一樣的 牠的種子 其實不一樣的原因 所以你看那橘橘的 其實是用他們一種小點心 叫作四種 其實是一種米果類的 一種小點心 事實上我們今天其實是半成品 它昨天已經有先準備好了 它先經過一個晚上要做鹽漬 先把味道給製進去之後 然後用八十度的低溫油 去鎖住肉汁 所以要用低溫八十度的油 去鎖肉汁七十分鐘 叫作封油、油封這樣的一個動作 這是什麼 水,水 對,所以用晃泉水 把它噴上去 這是他們的秘方 粉を固定 就讓它的粉可以更固定在上面 OK 那油跟水碰到不是... 對 會 所以會更好吃 大家可以吃嗎 當然,可以吃 所以也不能太多水 因為怕那個 所以讓它有一點不要那麼乾 對 所以用這種噴法的 而且它那個定時 溫度到了它會叫 對 好酷哦 開始了 超美 廚師也會怕 好,請問一下這樣小火也要炸多久 要炸多久 一分 先花一分鐘 再一分鐘 休息一分鐘 然後它量一分鐘 進行兩次 重複這樣的一個炸的動作 又有勞 為什麼 為什麼 怎麼會 暖 因為要讓它裡面都會熟透 都會熱 手裡面也會熱 所以又不會焦掉 再一次可能 火入了之後 可以吃到 中心裡火通 因為要讓這個雞腿裡面 這麼大這雞腿裡面 都要能夠完全的熱厚 所以要... 叫了 叫了 繼續 而且這樣才不會太老吧 對 不會柴掉 所以會不會焦掉 你會不會焦掉 對 所以是為了讓它保持它的汁 整個雞汁可以被鎖 很燙 很燙 熱熱 燙燙 很燙 第二次 好 第二次就沒有這麼... 一開始沒有 二開始沒有水分 水分抜著 因為已經沒有水分了 水分抜著著 乾了 所以... 對,沒關係 我在日本吃的比內地雞不是炸的 不是炸的 火鍋 現在你會吃了 秋田 對 像是 秋田是秋田的季節食物 所以在家裡 米棒鍋 然後裡面加一點比內地雞肉 那個米棒超好吃的 是說在雞裡面 不是 它是一鍋裡面 一鍋然後有雞肉 然後有米棒 一條一條 米棒 就像我們米水糕 對,像年糕醬 年糕醬一根一根 米飯 它是用飯 米飯 對,通常煮 然後煮好之後 然後烤一下之後 然後插在棒子上 所以它整個是用米做的米棒 米棒 應該煮得也入味了 超入味的 好像出汁的味道全部 對 可以吃了 OK 這樣好了嗎 一分,再一分 我們再等你一分鐘 所以在小林那個竹廚 那邊也吃得到米飯鍋嘛 對,我們現在的食材 你們的食材也吃得到米飯鍋 水果可以喝嗎 可以吃到米飯鍋 有 那種食材的食材 最初的食材 它這一次的課程裡面 它把它放在前菜裡面 先喝一鍋 米飯鍋的湯 首先是秋田的食材 它雖然是法國餐廳 但它想要讓大家品嘗 秋田當地的味道 所以把它當作成前菜 法國餐廳 對 那他們法國餐廳 他們會喝酒嗎 如果有法國餐廳的話 可以喝酒嗎 你們的食材 酒是... 日本酒 在秋田的日本酒 他們有放說日本秋田的地酒 秋田產的這個... 地酒就是也是當地的清酒 也可以配他們做法國餐廳 法國餐廳 可以配合 我選擇 因為它有在調整 是符合它的考慮的 因為它本人也是那個... 因為它本人也是那個... 也是這個酒師 所以它是飾酒師 所以它其實也很濃酒 飲酒師 飲酒師 他說它不是飾 它是喝酒師 不好意思 好,喝酒師 這個後兩分同樣 酒量很好囉 酒比較強嗎 很強 很強 很強哦 所以在秋田 SAC也是一個很棒的酒 然後秋田也有名的地方 很多 秋田是... 是日本酒喝最多的一個鮮 是日本酒喝最多的一個鮮 對啊 酒喝最多跟那個... 是說因為酒喝最多 還是他們的酒作法有特別不一樣 然後作... 那個酒 那個其他地方 他其他地方有什麼 秋田的酒嗎 還有其他地方 米 他們的米 對 他們的米很好 秋田是... 因為他們是秋天 是產米的大餡 是 所以日本酒作 所以有非常好吃的米 去作成日本酒 我們有去參觀 他的那個釀酒茶 裡面的小姐 皮膚跟那個手的... 超美的 對 滿滿的PITERA在裡面 高清水也可以 真的 那邊的... 好像... 旁邊的旁邊 很漂亮 一摸他們的臉 會這樣滑出去的感覺 你也是啊 很美 然後就... 他就請我 試喝他那邊的麗酒 高清水最多美 會甜嗎 甜 然後有米香味 對 他說我們去的那個高清酒廠 是真的他們秋天 最有名的一個酒廠 對 而且竟然我今天才知道 原來秋田是一個 酒喝最多 消最多的地方 秋田最初喝的酒 是喝的嗎 是不是 以前他們就是... 很有名的 最愛喝... 最會喝 然後他們也是秋... 對,秋田美人最多的 小林主廚是取秋田美人 你知道秋田美人最多的嗎 我獨身 沒有,他現在還單身 那麼帥 對啊 他現在在募集... 募集美... 選飛 募集另一半 請跟這邊聯絡 那首先,試試看 還要這樣 對,還有綁... 好喜氣哦 這是在手上拿著吃 因為希望大家可以用手 直接抓一些豪邁的來吃 炸雞肉 對 我在電視上有看過 所謂用米作的米棒 米棒 那個在一些鄉下 然後他們就是... 就是有很好朋友 或是他們 他們都會作那個米棒 我看起來就覺得好好吃 對 所以味噌加起來 它是... 可是塗味噌 對 對 它有很多種作法對不對 很多吃的方法 對 但是鍋跟味噌焼炭湯有名 鍋跟米味噌去烤 是最有名的料理 是最有名的 秋田的秋的柚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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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最後的柚子 它灑這個 很香耶 你知道日本的街道上 有很多銀杏 就是它會這樣掉灑香耶 花花みたい 然後就很像這個 在看到秋田的街道的感覺 這在當秋田的街上面 秋田的街道 對 紅葉的很漂亮 它們紅葉其實也很有名 楓葉也很有名 不只是銀杏 是看到這個就很像 看到銀杏的街道上 所以是銀杏的 它沒有幾個字 對 銀杏的 這個只有幾個字 是,是很鮮黃色的 對,很鮮黃色 然後你整條街道都是黃色的 好美 很漂亮 OK OK啦 也沒有什麼特別調味 對 最後搭配的是它們的 芥末 對 它們的 芝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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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松黃瓜類的芝菇 芝菇 他們的菸汁好像也不錯 很厲害 很厲害 好,完成 我可以 來 好的 好,那我們準備上菜了 好 好 好 這個可以拿起來直接吃 但是為了我們這個人比較多 所以我們也稍微切一下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來開動了 好,開動 開動 可以 開動 開動 好 開動 好香哦 好香哦 好吃 你聽到那個脆脆的聲音 脆脆的聲音 很棒 雞肉好嫩哦 而且... 很脆 先吃進去 先吃到 真的像米 有米果的 米果的味道 有米果的皮 然後肉很嫩 然後最後是柚子香出來 柚子的香味也聞到 好吃 真的很好吃 它的雞肉真的很嫩耶 所以跟它... 醃漬有關係 要不要加鹹 醃漬 對,台灣的自鶏 他說有可能是因為台灣的地雞 也是很嫩的一種 但是我在日本吃的是比較有嚼勁 QQ的 有問題 日本的... 雞肉的地雞比較硬 比較不一樣 筆內地雞是放三千 它比較肉質比較精緻 結實一點Q 好 這個方式是很特別 偶爾吃一點有油的 是OK的 而且它又作得那麼香 對 好,今天的童童 除了來跟我們分享這麼好吃的料理 還要跟大家分享秋田的美景 對啊 好玩的地方 我一到秋田 就是他們就帶我去的 就是那是寺廟對不對 滿滿的那個楓葉 就真的是秋田的感覺 秋田 就秋田的感覺 然後就撿了很多楓葉帶回家 好,那我們趕快來看影片了 好 哈囉 大家好,我是王瞳 我現在人位在於秋田縣 從東京轉機過來 大概要飛一個小時左右 當然,你看 是不是好美哦 這裡的秋天有美麗的楓葉 那春天就有好多好多 漂亮的桜櫻花哦 如果你們來到秋田 請大家吃一頓 這是一頓鍋 好香哦 看起來超好吃的 我口水要流下來 吃下去會有兩種口感 就是你剛剛吃下去有點脆脆的 然後裡面是軟軟的 然後入口即化 然後那個湯汁會從那個軟軟的 裡面就啪啪出來了 乾杯 乾杯 好甜哦 很濃的米香味 春は桜を見ながら花見咲けとか 雪が降ったら雪を見ながら雪見咲けとか 日本人はそうやって楽しんでるんですよね そうですね はいはい 難しい しなやかな指先 美人には美しい所作が必要です ひとみさんさすがですね なかなかですよ 太舒服了 剛好外面这样的温度 然后泡在这个温泉里面 它有淡淡的硫黄味 然后你看它的汤是乳白色 所以这边是乳头温泉 是一个蜜汤来着 有在地的人才会知道 一般的观光客是不知道的 所以來到這邊 一定要來享受這樣的美景 我要趕快繼續泡 看我能不能跟秋田一樣 超級秋田美人 我最愛最愛那個 温泉 温泉 乳頭... 不好意思 我沒有講那個名字叫乳頭温泉 很特別 然後它是個很原始 完全沒有經過任何的破壞 然後保留很自然生態 所以是要裸湯哦 名字取得很特別 聽說那個溫泉湯是非常好 溫泉有美的食物 旁邊呢 你那個是... 旁邊它有一個房子 然後裡面有一個爺爺奶奶 非常的親切 就好像家裡的爺爺奶奶 然後他們的房子 可以提供你洗澡 然後換衣服 然後去... 然後再走出去外面 對 那個有石頭的地方 那個地方也可以住吧 接近可以住 然後他們有準備一些 他們的秋樓菜 我在那邊也喝到 他們的那個雜菜湯 奶奶自己煮的 然後超好 然後還有它的醃蘿蔔 它的醃蘿蔔超好吃的 快點 小小來去 小小來去秋田 秋田 然後那個乳頭溫泉 而且秋田出美女 美女 對啊 所以我們有去看那個舞技 他們有跳舞 就是說會傳承 對,為了傳承 所以他們從小就開始學 然後就立志 就是要成為那個舞娘這樣子 這個 我覺得這精神很棒 好 他們就是每個地方 都有一些他們的一些故事 對 今天也有特別來賓 在秋田來講 他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們很慎重的 歡迎我們今天的特別來賓 跟大家見面了 歡迎 來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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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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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 來賓 有沒有愛哭的小孩 為什麼 為什麼要看起來 很兇耶 為什麼 為什麼 就是 對 這個其實是他們的秋田在南路半島的一個過年的活動 祭典 它就是這個生鬼 它其實是一個神 它其實是要讓懶惰的人都變成不懶惰 趕走懶惰 從這樣的一個祭典 那就是要大家這邊好好勤勉的工作 明言 好 如果他... 你看他拿這些 這是有什麼意義嗎 其實是因為他們懶惰的人 這邊有長出一些懶惰的腫瘤 他就是要把這些懶惰的腫瘤給刮掉 全部刮在那個桶子裡面 它就是生鬼的 他會去問 誰有不乖的小孩 不作家式的 愛哭的 還有那個不乖的太太 如果在這一家都說 沒有,我們家的小孩很乖很乖 然後就會請他喝一杯 對,對,對 那酒量又很好耶 對啊 那酒量很好 我們家的小孩是... 因為他點頭了 對,大家說很乖很乖 他就要一直喝 對,一直喝 好,OK 這是每個地方 它都有它的特色 當然他今天來也一樣要帶 這個禮物要給我們 這個美鳳有約粉絲團的朋友 那怎麼樣才能得到這個禮物呢 我們有題目哦 來,我們的題目在這邊 好 注意了 請問秋田最有名的日本 三大美味雞之一 叫什麼名字 一、九金黃雞 二、薩摩地雞 三、比內地雞 OK 他這樣意思是說OK OK OK的 好的 我們都希望大家能夠 因為看節目而了解 每個地方的文物風俗是不一樣 讓我們在那麼努力的工作 的情況之下 有時候讓自己輕鬆一下 充充電回來 可以更甘巴地努力工作 今天非常謝謝幾位來賓 就是黃軒 謝謝你這麼棒 立即翻譯 好棒哦 讓我們的小林廚師 真的要不要帶媽媽 人家又太遠了 對啊 很謝謝他來節目這樣子 分享這麼好吃的料理 還有彤彤也是介紹了 日本那麼多的美景 給大家 我的二月十九號會播出 下午四點半到五點半 大家要支持,準時收看 那也謝謝我們的特別來賓 太允兇 好不好 我很乖 我很乖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OK